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 从这个手型来看 手指修长是典型的水行手 加上这个长色盈润通透 是水行手的一种特点 水人的温和 比较个性温柔 那么对于男生来讲 也是男生女相的一种 这个男生女手 所以男生女手的人 一般异性桃花非常的旺 食指见缝隙说明早不于钱 30岁之前钱财难据 这个才进才出 不过时日迅功 正才位比较饱满 少杂文干扰 说明正才旺比较稳定 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 从这条深长深刻的事业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少杂文干扰 并且三大主线当中 这个事业线是最为深刻的 说明事业心强 早早年纪就懂得打拼事业 我们看这个生命线和脑线分离处 脑线代表人 代表自己 是古代称为人文 生命线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称为地文 分离处也就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 独立的阶段 此处见导文的话 说明独立的阶段 有一些不太适应 缺少家人的照料 不过这个是青年时期 又伸出两条亲密关系线 本身是桃花旺的体质 甚至有多条亲密关系线 那么这个也叫不中线 异性桃花非常的旺 同时甚至有两段关系同时发展 那么双条亲密关系也见多条横文干扰 说明情路并不顺畅 从脑线我们可以看到 脑线见导文成串 说明脑线 它也能够反映出自身的心理波动 说明这个时候 心理波动比较大 容易遭遇心理的创伤 这个跟感情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感情线同期 也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导文 感情线见导文的话 在情感当中能量减弱 容易被一些烂桃花侵扰 再加上本身是桃花旺的体质 所以说情路有一些坎坷 加上结婚线 靠得很近 甚至也是双条并行 容易在恋爱关系当中 有这种多条恋爱关系 同时发展 甚至会陷入到三角恋情 我们看到掌底的 更宫的魅力线 很多条竖纹 这叫魅力线 说明了 疫情桃花旺 疫情的吸引力很强 甚至资深也有幽默感和魅力 能够自动的吸引异性 感情线后期 也是杂纹干扰多 情路是注定不太顺畅 甚至会干扰到婚姻 后期是进入婚姻的状态 仍然是有很多条杂纹干扰 并且杂纹是往下垂的 那么生命线在中期 中年45到50岁左右 有大的导纹 这个期间要注意身体的病痛 健康出现的问题 并且加上本身 视野心比较强 注意劳逸结合 不过在生命线和脑线和感情线之间 有多条小的交叉的十字纹 这个是神秘的十字纹 代表第六感比较强 到了晚年 甚至能够和佛 和一些玄学 神学结缘 这是一个让内心 在感情的不顺当中 获得一些内心的平静